今年夏天CBA联赛迎来重大变化 已经有9支球队更换了队标 更有几支球队改了名字 比如北京北控敖龙队就改成了北京紫禁勇士队 除了修改队名和球队配色 这支球队还要寻找新的主教练 现在他们终于找到了 那就是前四九成的篮球英雄马布里 在NBA名称变臭以至于混不下去之后 马布里来到了中国打工谋生 通过出色的实力和不错的公关方式 一举洗白了自己 变成了一个热爱篮球的饱受误解 但在中国重生的篮球巨星 通过带领北京鸭队拿到三个总冠军 终于成了CBA历史上最知名的外援之一 甚至拥有了自己的铜像和博物馆 但是天下没有不散的沿袭 马布里在生涯后期 跟北京鸭队管理层的关系逐渐恶化 没有得到计约合同 只能在球员生涯的最后一年 跟当时的北京北控队达成协议 打了最后一年的CBA联赛 这才宣布退役 退役之后 马布里在中国篮团的热度急速下降 眼看生涯价值下滑严重 他必须重新回到球迷的视野中 于是球员一直在谋球教练的工作 甚至毛髓自荐为中国篮篮的主帅 但此时并没有下文 现在马布里终于在北京紫金勇士队找到了工作 正式转型为职业篮球队的主教练 也算是开启了个人生涯的新篇章 下个赛季 北京紫金勇士队跟北京鸭队之间的比赛 想必会非常精彩 因为马布里终于又找到了反击救主的机会